油茶与橄榄、油棕及椰子并列为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植物 目前政府正推行活化修耕地与槟榔园等试栽地转作油茶之计划 油茶为极具发展潜力之本土重要经济油料作物资源 也是进口替代作物之一 油茶种子所压制的苦茶油发烟点高 加热时不易产生油烟 并且含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有益心脏及血管健康 被认为是健康油类,好处非常多 近年因为食用油问题重重 能榨出健康美味苦茶油的小果油茶掀起了栽种热潮 部分农民近年来从中国引进大果油茶 虽然产量较小果油茶高 但油品的浓稠度与香气较小果油茶略差 为此,相对相纯的台湾小果油茶 更受到民众与农友的欢迎 近几年小果油茶栽培面积有逐年增加之趋势 一般农民对风产优良油茶苗需求相当迫切 目前坊间茶苗繁殖技术仍有待突破与改进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茶叶改良厂研发之小果种油茶 千叉苗培育与生产体系技术 由健康母树的选择 千叉枝条成熟度判断 适合的千叉时期、千叉苗水分、养分与病虫害防治管理等健康种苗培育的技术 存活率可达95%以上 本技术建立一套小果种油茶牵插健康种苗培育与生产体系技术 能快速繁殖封产小果油茶之苗木供农民栽种 改善目前新肯小果种油茶园所面临的油茶苗缺乏问题 拓展油茶种植面积、增加油茶单位面积产量与农民收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